现在我们讲一下圆形立体口袋 圆形立体口袋跟方形立体口袋做法都是一样 这是一个角是方的一个是圆的 好那我们首先拉到这个子样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带口卷边 卷一公分 然后再折到这个剪口的位置 压0.1一直压过来 这个是反面 把这个所有缝分去掉 画好之后 那我们用这个条子 同样是从这个边口下来 0.1 然后出一公分 这车的这个呢 尽量就是我们车在这个线的外缘 我们画的这个线的外缘 就平着车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带紧边条 就平着 两层保证一样平 就平着现在一层保证公园 就平着 不安 就平着 一层保证公园 就平着 不安 就平着 这段 群 但 长的我们剪掉 然后把缝分修小 修到0.5 然后用指甲挂一下 挂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等一下我们压线不会沉叠 一旦沉叠了 你这个带着的形状就不好看了 好 然后呢压线 不然露出礼物了 你要再捏好 加0.1 这里不需要打到针 编册的时候 边用手指捏平 下面就是这根带子 这样不要露出来 带子就相当于理不 之道 这么 laat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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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比较 strategy 心 然后把这个袋盖做一下 这上面写错了 本来是圆形立地口袋 我写成方形的 直接把这个缝分 左右和下方的缝分剧掉 上面这个缝分留着 其他的剪掉 然后挨着这块下 这个是反面 正面跟正面相对 从这里挨着文化的线 测一圈 测过来 把防震修小 修到0.5 翻过来 然后压个0.6的线 然后我们来烫一下 最主要把这个水削笔给它烫掉 等一下我们做好了就不能烫 烫不到这个水削笔了 这个两个带角圆度 一定要两边一致 所以我们才会用到10样去画 10样画的东西做出来都是接近标准的 大概也烫一下 然后用10样把这个带位给它定一下 直接按照这上面定位 就是 画好看头到位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给它测上去 这个带盖 我们首先要比一下这两头是否一样大小 有一点点 那我们修一下 一定要保证一样的 然后我们从这里 这边 那这边是正面 这边是反面 那我们把正面朝下 我们这里放了一个带子的位置 这条线 从这里扯一公尘 齐平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你这个口袋 稍微就是两边的位置 有点大的话 就两边 把它放在正中间就好了 把防震修到0.5到0.6就都可以 然后这个带子的正中间 我们对折 对折 对折之后 找到这个前口位置 正中心 看到没有 那我们带子这里 也画了一个中心点 好了 直接我们折一公分 折到之后 我们从这个画的位置 下来0.1 看到没有 因为我测这个带条的时候 也是从这个带条下来0.1 但是我们这个画的实验 这个位置 一定也要下来0.1 千万不要提停 还有一个 尽量就把这个折的边 放在这个线的最左边 就我们放在这个带子的位置 这条线是吧 放在左边 不要操作右边 右边 因为我们等一下带盖 一定要保证是能盖住这个带子的 如果是盖不住 那就好丑 好 始终这样捏平 捏一公分 平正这样折过来 好 那我们这里一个检口是吧 对应的就是这里 车这里的时候 尽量我们下面车圆角的时候 下面这层 往我们身边带挤一点点 上面这层就凭着放 好 那么这个检口 看一下能不能对到 那我这个手始终 应该往我身边带挤 这层 刚好是能对到检口的 手一定往我们身边带 下面这层 这个很关键 因为弧形的这个东西 这个斜的很容易 大肠 机器的惯性 它自然会向往后扯 所以到时候你就对不到位 好了 刚好这边也是 从带头画的线 下起0.1 OK 然后呢 在这里打一个道筋 你看它自然的就这样盖住 OK好 然后到这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大概这个压下线 这个大概呢 你可以压上线 压这个0.6线都可以 压上线 压0.6线都可以 压0.6线都可以 始终压角的边缘 齐平这个带的边缘 好那么这个带子做好的 就这样的 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 拨下来 它能盖住 我们下面 都能盖住的 然后我们用烫的 烫的什么 烫一下带盖 千万下面就不要去压了 压了就没有立体感了 压这带盖这层 主要就是让带盖不能翘起来 好了 这个口袋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中三张立体口袋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一块柴片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位置 吸线的位置 齐平这些 把这个位置定好 用锤子 等一下我们要在布上发出来 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卷边带口 跟那个一样操作 折一公分 然后再折到前口的位置 折过来就是了 压0.1 直接压过来就是了 然后这样子 这个角 对折 车一公分 两边都是这样的 两边都是这样的 稍后把这里解锁一下 把这个份给大家拌开 然后翻过来 然后呢 爱着我们画的这个笔记 啊 我们不是画的这个吗 是吧 碰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食药 然后给大家剪下来 就吸线 按着吸线啊 然后呢 把这个位置给它定好 发出来 把这个摆放好 然后摆放好 摆放好之后呢 按住这个地方啊 就按住你看 都摆放在这个位置啊 按住它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 不要褥动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下面这里 摆起来 本来这个就是周围边边呢 进做 真正做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去锁一下边哈 OK 然后呢 这起屏我们这边 同样按住啊 按住这个位置 把这里 从这个点看见 从这个点 从边口进来一公分 好 然后 这个始终按住的点 是不能动的 不能挪动的 然后慢慢这样斜过来 从这里 一直撤下来 OK 好 那么这边 也是一样的 按住这个位置 一样的是 从这个带口 进起一公分 OK 然后做一下这个带盖啊 带盖把实样剪下来画一下 然后撤一圈翻过来 那就这样啊 把所有的 把留上面的缝分 把其他缝分剪掉 然后按这个画一下 画一下 按这个测一下 把真机调小哈 主要车这个圆的 太小的圆 真机太大了 这种圆呢 我翻过来 就是会有珠线角 然后把缝分修到0.4 0.5 然后压个0.6线 中山章的一般向 这里都是压个0.4到0.3 撕了之后修整一下 两边的大小 这个是正面 正面跟正面相对 首先我们要比一下 这个带子 一定要能盖住 在下面的情况下 那我们看看 摆放好 那再度量盖住 盖不住 你这个带盖就不要扯上去 扯上去没有用的 测一公分 好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 说这个带盖 为什么每次要去 测一公分 然后要去修掉 因为呢 等一下我们压线之后啊 你不修的时候呢 我们压了线之后 把它翻开来 它全部都是毛边 你修了之后 你压了线之后呢 你就看不到里面的毛边了 压0.6 毛边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压了这个之后啊 那这里根本是看不到那个毛边的 然后烫一下就好了 这种立体口袋是这样的 像这种中山上立体口袋呢 它不局限于是用在中山上 它也很多是可以用在休闲类的服饰上 现在我们讲一下五口这个立体带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 做一个三角牛角之类的 它是没有口子的 但是这种呢 也也有就是我们称之为带 它的立体效果很强 它通常是用一些 需要一些填充物 好 那我们从这里测 我们的缝分是0.6 我们测0.6就好了 测到这个0.6交叉的地方呢 我们用这样那个线筒 因为我们这些太监 太监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线给它带出来 把它放进去 放在两层布的中间 好 然后车翼针过来 那把这里转过来 然后 把这个角剪一下 转弯的地方 像这种转弯的地方 我们可以打45度前头 这是瑞浮转弯 那边不是要不要打的 翻过来 翻过来之前 尽量我们把这些缝分 就是角这里的缝分 尽量修小一点 容易翻一点 然后把它拉出来 那翻过来之后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填充物 或者棉花 或者碎布 塞进去 我就剪点碎布 塞吧 好 塞好了之后 就这样的 它鼓起来了 那么我们 这里有一个实样 把它剪下来 好 用这个实样画一下 并且这四个剪口位定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里 给它对折 看到吗 然后呢 给它拿一个剪口 这里也是一样的 等于我们就有四个点 两条 两条缝是两个点 是吧 然后折一公分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摆放 放哪里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决定 那这个是瑞测后 折一公分 然后压定点一 这个你可以先折好一公分 用指甲这样刮一下 等下就比较好做 这个剪口 如果是刮掉了 是吧 你可以用这个笔 在这做一个标记 这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手 往我们身边带齐 上面就皮子放就好了 左手的这层这个布 凭着放就行 那剪口一定要对好剪口 始终是折一公分 这个手一定是往我们身边带齐 特别重要 所有的接口都能对到点 这个车的时候 针迹一定要调小 因为是圆形的 一方面的脖子 项子 鑫皮 一方面是 OK 做好就这样的 那么特别是用在 比如说乙东服 帽子上的一个张扫小孩的那种 可爱的 还有其他的外套上面 这个都有 或者用在其他 反正这种就是张扫性的作用